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柳先生,今次我们去釣魚翁 看看能不能釣到魚 哈哈哈哈 是否这边过呢? 将军澳医院都这样走 医院班口站 唉,我都搞错了 可能是那边 不如走最错的路线 就是这里 走错路,不要紧 走到这里 总之见到将军澳医院的回泉处 另一个方向就是了 这个叫半建村 一半个半 见面的见 其实有些人笨 我们有什么需要这样走呢? 这里搭的士都来到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是啊 在上面呢 就是我们一路走 又说很多厨所那里 接着那三四个字呢 全部都是多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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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坐车出去 没错 坐车过去 是的,我们放着身 那我们看到这里 已经是有车等着你了 是的 接着你了 我们不用了 那这里呢 仍然是村来的 那 要大家继续戴口罩 要走多一点 好了,上山这个位 是 半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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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儿上去吧 来吧 来吧 好 就不要脱口罩 因为人家的家 还要拿着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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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儿仍然是市区 算是市区 因为有很多村屋 建议大家 继续戴口罩 走多了 5分钟 我不忘了开启 那呢 去到第一个景点 公寺 你不喜欢这个吗 不要紧 还有第二和第三个 哈哈哈哈 这里 每一条村 有一个公寺 好像鬼佬 每一条村有一个公寺 一样 公寺好像有冷气 第一个公寺 这些公寺 都不知哪个人 整股 要走上来 鱼屋 陈屋 看到有一个路牌 鱼屋陈屋 在这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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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屋陈屋 这边 这边 鱼屋陈屋 鱼屋陈屋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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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景点 这边 这边 鱼屋 鱼屋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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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景点 陈屋邨公寺 鱼屋 你看旁边 有小朋友 在玩 幼稚园也有 这边 是时候 噴回毒品了 噴完毒 噴完毒 要不要去洗手间 洗手间 洗手间 再上斜路 跟着山路 这边 这边 被人遮住的 就是飞鸻山 被人遮住 飞鸻山 旁边 尖尖的 这边 应该就是 茅湖 吴贵山 这边 应该是 吴贵山 右边就是 鸭仔山 少女峰 这边很矮 但是很尖 这边 应该是 借菇 最尖的 借菇山 好贵 尖 只有个小字 是啊 暗春还是借菇 我都不太知道 暗春 我也不知道借菇 还是暗春 我不太懂得读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上山了 这边 上山就是这边 这边 这边 其实 已经是不矮的了 看看 看看 那边 高度 一百 这边的一百八十米 今天的最高点才是三百多 学生意 今时今日 是不是 这边都是稳笨的起步 是 火车上来的 十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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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现在是半个小时 哎 浪败了 浪败了 我要陪你走 哈哈 这里 上山 对啊 这里上山 没有路 怎会没有路啊 你走开的旺角道 尼津道 你当这些不是路 这些是很漂亮的路 已经 漂亮 都没有人有 哎 石级你走 还想怎样 还有大量的蚊 招呼你 对啊 蚊子如龟 见到你就开餐了 还有一个闪灯 类似闪生 其实是囚圆 的箭嘴 一边上去 这里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左右 捏到拿了棍 不捏 不捏 没错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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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很快脆 最后没有十分钟 前后三十分钟 这里是观景台 这里是观景台 对啊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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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上有凳座 护茶而已 这就是沽沽山 知道吗 旁边就是 飞鹅山 突出的自制 近这边就是 华湖山 这边已经是五桂山了 这边就是公屋上面 顶顶那里 就是五桂山山顶 这个是航空轮达法秩座 再望远一点 再望远一点 对面海 西环 近一点 这边就是 英文老朋友 叫镜槐山 那个 炮鹅山 一会儿上去 就看到一条新鸟 将军 不知道什么 花湾摆 如果不休息 就知道 可能不需要的 好 上到这里 接驳位 那里 林麦先生 那五桂山就在这边了 下车那边上来 樓梯 五桂山 不是快嘛 那我快 对 快 不要以為聽到快字,會不會快點呢? 是不會的 我們上去這個上陽山 不知道上陽山是什麼山 先看看,觀景台 完全是沒有這個山 但是風景不錯 原來的師兄在跑 直跑過去就是大廟 和我們要去的釣魚翁 我們今天先上這裏 上陽山,偷偷上去 嘩,樹樓很漂亮 拍武學片 這裏就是上陽山 好風景啊,很棒 先看看這裏 那裏就是釣魚翁 好風景 右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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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尖的地方 等一下就爬上那裏 但這樣高 一點點 一般高 它是尖 但是已經人工化了 有樓梯上了 這邊就是低谷 不滑彎的那裏 有個朋友說 穿著我樓 一載你去游泳 一起游泳 十分鐘就到了 十分鐘 有隧道嗎? 如果再過橋就更快 再遠一點就是清水灣 波爾夫格牆 鄉村俱樂部 那些路都不失禮了 對吧 沒有什麼點理 這裏也算是一條路 這裏也算是一條路 先錄到這裏 因為稍後就會有些失禮 不會全天都這麼爽 是啊,片來片去的 越野單車 越野單車勁就不要上了 你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飛車出來 撞到你,大家都沒有了 很久了 我們走回郊遊徑 上面這些越野單車徑 有他們自己說 就這樣走算 這條路跟大都人有個相似地方 就是都是在山脊走的 不會怎麼走錯路 兩邊有風景看 然後山脊,沿山脊一條路 另一邊就是湯灣大橋 看著這邊 西貢的牛扒海 牛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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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走到這裏 剛才說打卡位 過了10米左右 大廟 有一個這樣的 大廟有觀音的 應該有 有一個叫做 媽祖 是啊 聽說是現在現傳最古老的一間觀音廟 漁民的 有什麼觀音廟 還挺漂亮的 維修也不錯 保養的叫大廟 一般,如果看路牌 就經大廟走出去 因為人家說 釣魚翁是在大廟那邊 但其實不是 是在這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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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對了 來吧 艱難 有經驗 裝備器材好 勇敢 適時務者 天氣惡女就米濟 加配小心 就這樣 勇敢 勇敢 沒錯 而且也是適時務者 適時務者 當然 要趕快上去 其實是沒什麼 三尖之一宗 最容易的 牛尾海 什麼叫牛什麼海 牛下海 牛下海 牛下 牛頭角下村 牛下女車神 今天似乎很多人 雙屍和小哥 現在是 牛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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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做電台 現在是ViuTV 那一個 今天不知道是誰 現在到達1號打開位 哪兒來的 1號打開位 別客氣 走前一點 走前一點 就要打卡 右手邊 停停 站在右手邊 好 看著我 這樣就有型 這些魚翁 不外如事 是吧 濕碎 不要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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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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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魚 不是釣魚 找回今季祥之歌 配上去 是 是 就是 這個 打卡景點 好 很多人高 哈哈 沒什麼解釋 他本身是這麼高 好了 不要動 拍一張 上餐前 這個照片 逐步上 沒有什麼所謂 放下 很少在這邊 放下 通常 過了去就在對面 放下 大廟那邊 放下 半個小時 是不是 不通 放下 飛機 吹水 喝杯茶 又帶飯盒 就先吃飯盒 西貢 通常是比較平的山 不是平 是矮的山 但一點都不平 全部都很癌 好 我們來看看這裏 是 我們是 我們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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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櫻尼 櫻尼 我 為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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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